麥毛帽推着红色行李箱 才刚走出入境大梯 面对大批媒体 藏不住笑意 他是台湾之光孙震 将以霹雳舞国手身份 登向奥运舞台 我觉得当然是 第一次参加奥运 我相信奥运的巴黎 一定是 觉得会颠覆我以往 对巴黎的想象 所以我其实很期待 他今天跟体育这样碰撞起来 能不能我们让一般进场的观众 也像跳舞的观众一样 这么嗨这么澎湃 这么愿意为舞者欢呼 因为声音是最直接的传统 孙震上周月23号 在布达佩斯拿到奥运参赛拳后 26号刚刚回到台湾 大方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曾因脚伤受到打击 但在国训中心 全力提供资源协助下 他一边训练一边治疗 而他也期待自己将状态调整好 加强技术上的稳定与能力提升 期待能在巴黎奥运创下历史 不仅是霹雳舞之光 更是台湾之光 东西新闻生活中心 综合报导